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他跟我说有人找他什么的 中文太烂了我也没听明白 难道他是被人绑架了吗 这病急里藏了一张纸条呀 你们看 贴人秘籍破碎虚空 这算什么提示啊 一点线索都没有 那不是线索吗 拜托美工大人啊 能不能专业一点啊 这几个字体也太难看了吧 这几个人物走得 完全不符合BOSS的代入感好不好 这也过去解了 没有预算了 铁人秘籍第二次 你不来我就弄破他 不要啊 不行啊 不能这样子呀 这他们要得去破了 对啊 不然他怎么叫破娘 破了 好可怕 这是什么任务是你啊 你也太随意了吧 你们还没见过更随意的娘 我会和铁人秘籍一起碎掉 不要啊 不行啊 不能这样子呀 铁人秘籍有铁弓护体 果然真的不假呐 不要着急啊 你们还没得逞呢 这位公子 莫非你的绝招是 虚弱 你才对了 哎呀我好运呐 孔 我太虚弱了 这里就交给你 不然还有更随意的 搞人生的死神家 空的技能 难道就是放空自己吗 看来也没那么难呢 我们已经找回两本秘籍了 这都什么奇怪的人物设定 太奇怪了 小五还没有找到呢 为什么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呢 2015年9月16日清 我们都死了 没日记了 2015年9月16日清 我们都死了 没日记了 2015年9月16日清 我们都死了 没日记了 没日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